好大門是2米5是雙開門 那我也沒有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很多就不需要再做圖塊了 你以這個圖直接畫就好了 好不好 那這個的話其實 我只要給他打MI Enter 然後 從這一點 到這一點 好 那 佛 不要刪掉 另外一半就畫好 那把這個刪掉 好 這個完了比較大的問題是我這條線要在200 250公分 D1是多少 D1是200公分 所以這條線要200我怎麼做 花一條直線這邊應該200嘛 他不是200 我先按L 花一條直線 他不是200 一定不是200 195 195怎麼變成200呢 這條線可以把延長 同時可以把延長 Extend EX 給他邊界 這就做完了 好 好 那我這個190要變成200怎麼辦有個指令叫Scale SG 全部選起來 Enter 指定基準點 D1 這裏好了 好 然後 R 參考 那 指令參考長度 新的長度 200 檢查一下 Di 檢查一下 Di 200 OK 我好像要鎖到那個鎖點 卡住 卡住了 OK 好 這樣會了嗎 這個200就化完了 化完之後呢 這還還沒有完喔 這個 把它移到 門窗層 然後 把這個大門 移過去 這個 看你要用哪一邊都可以 就把它移到大門 OK 這個就完成了 那這個大門我可以把這個 Delete掉 之前化門的時候把它Delete掉 那 臥室這個可以刪掉 為什麼呢 因為我沒有門檻 浴室保留 浴室的地面除非我是做無障礙設計 排水孔坐在下方 不然這個會保留門檻 將來那個無障礙設計這個都要做平的喔 意思是說輪椅就可以進去 好 那門的部分就幾乎全部化完 好 門化完之後我們再來化什麼呢 這邊還有一道沒有化到 對不對 這一道沒有化到喔 好 那 我再補會 那一樣這個是0.95 先把這個東西 改成0.95 對不起0.9 這也是0.9 好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那旋轉應該是 -90 就是270 7 好到這邊 這個怎麼怪怪的 那這個的話你看一下那寬度是不是0.9 我們先看這個寬度對不對 他超過95號 95.5到6 沒關係我找這條線好了我找這條BI 這條到這條線 95.5 所以很明顯這個地方我之前化的時候沒有留對喔 好 那我現在這個是9如果這是90的話我檢查一下這個門是不是90 應該是啦 因為我給他的尺寸應該不會差太多 對他是90 那這麼做的話 跟各位講一個方式 因為我門的方式是 當時是留10公分做這一道 那沒有關係我現在化錯了我把它修正 這個 Move 把這個點下去 這個往上提 沒有的話找付槌 好 化完之後這一道牆到這邊 點下雙按這一道牆 關閉 點下這一道往這邊拉 好 牆就補上去了 看到嗎 因為我們的尺寸是沒有錯的我們不要改門的尺寸 了解吧 那這邊這一道 這樣的話對不對 看一下那個PDF打 沒錯 這道是這樣 這個牆壁的尺寸他沒有給我們就以這個為主 這門是開這邊OK 那這一道也是一樣 厲害的同學可以用近色的方式得到 好 那我做一次近色給各位看 MI 選這一個 Enter 然後我希望近色的終點呢 由這個強心 到這個強心之間 這強心你要弄對喔 是這一條喔 所以呢 我們近色的第一點我們就SHIFT右鍵 兩點的終點 先找到這一點 再找到 這一點 找到之後他會出現一個這樣的 這樣的斜 斜線有沒有 然後你再找到第2點 這時候的不好抓你就按一下F8 F8叫做證交模式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沒有關係我找到一條垂線 我畫一個垂線好不好 SHIFT右鍵 負垂 因為我確保這個東西近色過去是垂直的 好 Enter 這個門就做好 只是早點的過程中比較辛苦一點點 這邊一樣我沒有做對 我再怎麼樣 點下去 往上拉 到這一點 OK 好 那 這D3 D4 D1 就全部畫完了 OK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門的部分 門的部分 好 我們在接